早上七点多钟 我这个小叔又给我打电话了 当时我把电话给挂掉了 结果又打起来了好几个 没有办法呢 按照电话里说的 我就来到了这里 原因是小叔呢 早上刚刚听到了 人力部呢 通知了今年的养老金 基本上调在3% 而且已经公布了 电话里呢 听着他是非常的焦急 去了之后呢 赶快开车带他来到了社保中心 今天的人还可以不算很多 大概一直到了中午11点 我们才把这个事情 就算是搞明白了 小叔之所以这么着急呢 是因为在生命当中小叔就住在这个火车运输站的周边 年轻的时候在铁路工作 工龄呢 大概40年 因为他是一直都单身 没有结婚 更没有孩子 一直都是属于临时工 就是属于合同工吧 而合同工呢 他也才做了差不多 接近20年吧 这些呢 小叔没有跟我太详细的聊过 也都是我父母跟我说了一些他的事情 我们接触的很少 只有在一些大的事情上可能才有联系吧 去社保咨询了他现在工资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知道他现在的工资啊 原来是1800多块钱 这次上调了3% 大概能开到1900出头 他之所以这么着急去到社保咨询 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工资太少了 这就是我的小叔 自己在路边开了一片荒地 他说他之前的那些同事朋友 一起上班了 现在工资都3000多4000多 甚至高的还有6000多7000多的 像他这样的临时工 虽然没有正式的合同 但是呢 工作了接近40年 不知道为什么工资这么低 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资料的问题 还是他自己的家庭有问题 那么这次咨询之后呢 我们才得知到 小叔过去40年 前面的20年呢 是属于普通的兼职 作为一个兼职的话 大卫并没有给他缴纳社保 后期的20年 才给他开局了合同 所谓的这个聘用合同吧 给他缴纳了社保 而单位给他缴纳社保也只占55% 他自己要交一半多 只接近差不多20年吧 因为本身工资就比较低 又是合同工 所以他的工资到现在才1800多 就算是今年调整完3% 才1900多 离他自己的梦想差了好多好多 他总是认为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又解释不清楚 去了社保之后呢 因为他们说的比较专业 我问了之后呢 也是稀里糊涂吧 并不特别了解小叔的具体情况 小叔总说自己的工资有40年 但是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工资这么的少 不知道他听谁说的 今年的工资有可能要涨 大概涨到10%左右 那这样的话 小叔的工资应该是在 2023左右了 满怀希望的应该能突破2000块钱 结果呢 小叔昨天晚上听到的通知 今天早上7点就给我打电话 整个这个腾了一上午 现在我们又回来了 这是小叔合伙过日子的这个人 他并没有领取结婚证 也是在退休之后呢 认识的这么一个社会的 叫大姨吧 当然我们没有聊过天 他也是跟着小叔一起 在路边开荒地 据说呢 他已经就是属于一个人吧 孩子呢 都归他之前的前夫了 对于小叔的这个事情 可能我们还要再去 其他的相关部门去咨询 那么这里边我想知道 你们今年调整完3% 大概能开到多少钱 听具体的一个人事部的消息 好像是说这一次调整的工资 相对于机关单位的调整的比较大一些 像灵活就业和企业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我具体也查了一下情况 在过去几年前 咱们的每年的调整力度是比较大的 从去年开始呢 到今年已经维持的比较低了 3%的增长 也确实现在的大环境不好吧 很多人对于退休工资 可能都不是很满意 但是至少比我们强 我们没有单位 没有什么人给我们交涉吧 都是要靠自己 进行转这期 给我试拔